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G20这是全世界应该算是蛮富强的国家 G7之后又延续了很多国家一起来开这一场会议 我们也报道了好几天 你可以看到包括习近平因为他是在疫情之后 第一次出席像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大型的会议 各国的代表各国的首领总统都跟习近平见了面 甚至有一些场边的会谈 可是中间有一个人就是加拿大的总统杜鲁道 奇怪了他跟习近平在场边谈了十分钟的话 可是后来为什么习近平好像笑笑的骂他 指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听听看 不合适啊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 如果有诚心咱们就像金融派来进行 很好的诚心 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如果有诚心 我们会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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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是G20上面因为加拿大跟中国是没有安排所谓的双边会谈 有一说是说习近平有意冷落加拿大的总统杜鲁道 结果杜鲁道就是在场边抓住机会跟习近平简短交谈 大概十分钟有交换意见 没有想到隔天加拿大他就对了媒体讲说 我刚刚跟习近平说了一些话 那个十分钟的话里头有讲说中国他干预加拿大内政这件事情 他等于就是把私底下的谈话 两个领袖谈话的内容公布给媒体 然后报纸就刊登了 刊登了之后习近平就不爽 他就不开心 所以刚刚您看到那一段话 他就是带着笑容骂他 说你怎么可以把我们两个讲的话告诉媒体呢 而且我们的原来的这个状况也不是这样的 所以就蛮尴尬的 那当然在西方世界他会认为说 我们一切的事情都是公开透明的 所以我跟你说了什么话 我跟我自己的媒体讲也没有错 你可以看到这是东西方高手的交锋 可是习近平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 故意的调刚的 让这个加拿大冷落他 有没有可能 我们来看看过去这两国 这两国的的确确有一些事情 可能有嫌隙 包括在2018年的时候 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波顿 他下令逮捕了孟晚舟 孟晚舟是谁 华为大公主 孟晚舟被拘禁在加拿大 软禁在那里 其实蛮久的一段时间 可是背后的老大哥是美国 恐怕是美国下令要加拿大这么做的 跟华为的科技战 而过去一段时间您也可以看到 包括侦察机 加拿大的侦察机 跟供机 有一些所谓的挑衅 或是互相比中指 像这样子的一些 看起来快要擦枪走火的行为 澳洲其实也发生过 飞机 飞行员 两国的飞行员 看起来有互相聪康的事情 可是中国这一次对澳洲 看起来相对友善 澳洲也低姿态 要红酒 牛肉 龙虾 这一些产品 希望可以进去中国 所以可以看到在G20 大家真的是抓紧机会 抓紧时机 再为自己的国家 或者是希望未来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而美中的角力 那当然是主旋律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角力不断的一个现象 FBI的局长在国会作证说 中国盗窃美国的资料 大于各国盗窃的总和 中国都不断的盗 他们的资料 各国加起来 拿的东西都不如你中国多 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说了 他有一个回应 他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打压 中方企业的惯常做法 那到底谁是谁非呢 双方都在放话 美国的一份报告 大家来参考看看 2022年 中国留学生的人数 29万多人 跟去年同期下降了8.6个百分点 美中对抗的这个趋势 不断的在延续 所以是不是加速 两国的学术脱钩呢 而现在美国国内的证据是什么呢 其中选举落幕了 美国的众议院应该已经确定是由共和党拿下来了 这个多数党变共和党了 所以议长接下来应该就是麦卡锡要登上议长的大位了 而他们有可能或者是不排除弹劾拜登 并且调查拜登儿子杭特的不正当政商关系 那还有一件事情 跟我们台湾比较相关的 就是这一位议长 新任即将上任的议长麦卡锡 极有可能在明年年初来访问台湾 因为现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 都在抗中 都非常剧烈的在抗中 来 我们问一下亮哥 亮哥 你怎么看 为什么习近平 我觉得刚才那一幕 他给杜鲁道蛮没面子的 杜鲁道是就对媒体讲说 他在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有说了什么 他就是在表示说我很勇敢 在他面前我敢说 就直接跟他讲我的不满 大概是这样 他也跟加拿大的媒体说 他们在G20是怎么样去讨论事情 中方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对媒体讲 有一些事情 大家要互相创造条件 事实上习近平这一次到G20 他见了很多人 可是就只有 亮哥我可不可以打个断 打个断 刚才那一段话 习近平因为有翻译在旁边 所以声音有叠在一起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最后落下一句话 他说很天真 不 因为杜鲁道他做了辩护 他说我们透明公开 就是民主国家我们的习惯 是 他是这样讲 习近平显然是认为说 外交不是这样 他当然没有说那么细 不过就是说你要搞定一些事情 恐怕不是这样 因为在孟晚舟事件之后 中国目前还制裁 加拿大的部分出口 加拿大当然在争取 比如说今年五月 油菜籽就恢复出口 他不断的有一些项目 在恢复当中 因为加拿大距离中国蛮远的 所以中国对他也没有像对澳洲这样 加拿大事上出口中国也不多 他出口中国只占4% 可是澳大利亚出口中国是30几% 他依赖比较高 完全不一样 不过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他 见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那就只有两个人各见10分钟 一个人是加拿大 一个是尹席月 为什么会这样 我坦白说 因为很多人都想见他 所以我觉得他也在把关 比如说他就会设定说 你至少要说什么 我才会有正向的回应 比如我举例 比如说澳大利亚 澳门里是跟习近平见了面 大概30分钟 澳门里在见习近平之前就放话 说希望能够解除贸易制裁 结果 他并没有说出习近平希望的话 中国希望他说什么 因为莫里森他的前任 他的前任说 台海有事澳洲要出兵 你现在是新任了 你要不要修正 他没有修正 没有修正 习近平对贸易制裁他也不回应 我觉得目前就有点这个味道 所以你是不是愿意 对一些议题做回应 才会有比较正向的来往 比如说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明天大概要见日本的岸田文雄 这个是众所矚目 9月29号事实上李克强 已经跟日本的金团联 已经视频会议已经开过了 金团联要什么中国非常清楚 可是岸田文雄要不要 把一些话说清楚 我举例 比如说对台湾的问题 你当然可以用你的表述 或者是对CBTPP 因为中国想参加 你要不要表达欢迎之意 那这个就变成是关键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别的国家 比如说越南 越南是最明显的 越南我认为三大亚洲议题 他都回应了 比如说台湾问题 他讲得很白 他直接讲说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讲到这个程度 然后也乐见南海行为准则 然后也乐见中国参加CBTPP 我觉得就是这三大问题 那就变成是 现在周边国家 我觉得东南亚的国家 他要求了大概 你乐不乐见南海行为准则 那韩国 日本 奥地利 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他就是要看你对台海 因为这些国家 韩国不算 尤其是日本跟澳大利亚 就长期他们对台湾的问题是 比较倾向是要积极要介入 那他就希望你做一些表述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国家 都想跟他接触 那希望能够 因为明年经济大家普遍看坏 所以希望能够跟中国 做一些经贸上的合作 那可以让自己的经济 有一些得分 大概是这样 是 是 来 请教张晨 晨哥 这样子 其实大家刚刚看的影片 最后 习近平对法国总理 到底讲了什么 他不断 四个字重复了两次 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 这创造条件四个字 已经把现在中国大陆跟加拿大观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没有互动的条件存在 我们把这个 再把这个话 我们再把这个情报到昨天 他跟爱班尼斯见面的时候 他讲什么 后来他说的话是这样 他说中澳之间以前 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关系 值得珍惜 所以我们要记起教训 是什么时候事情 把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做个总结 口气不一样了吧 就是一样是五眼联盟的两眼 一个是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就是你还早了 你回去想一想 一个是 我已经开始跟你在互动了 我们要记取教训 是什么事情 讲清楚美国 美国的介入 你要记取教训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调整 我们再往回看 他跟马克宏讲什么 他跟马克宏讲说 法国要懂得在 自己国际外交上 要懂得战略自主 事实上我从这样的影片里面 我知道法国本来就有 他们很完整的军工体系 有他们国防军等等的 这个其实不只在军事方面 事实上在另外一个方面 哪一个方面 就是在外交方面 是不是该战略自主 国防军团是不是叫 军事战略自主 这是很清楚的提示 再回听看德国的 德国是 萧芝到北京访问 他跟萧芝讲什么 他说一个领导人要有智慧 分得出不动的跟动的 什么是不动的 德国需要俄罗斯的人员 是不动的 什么是动的 美德关系是动的 能不能调整成美德中关系 他说要有这个智慧 我为什么讲这四个国家给大家听 这四个国家基本上在 现在对中国以前的围堵的做法 到现在的改变 中国大陆像习近平 他对每一个国家 他外交上做了很仔细的分析 他讲的每句话都是金句 都是重点 我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那些人去 在深山里面求高升 给他指点 习近平都讲了重点的这种真法 比如对刚刚对加拿大讲 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是你创造条件 不是我创造条件 我没有什么改变 你要创造条件 这个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说 今天在所谓 中国大陆所谓 大国外交的布局上面 他们以他们所基建为基础 一代一代基建为基础 已经慢慢站走出一条路出来了 我今天听了一句话 也蛮好笑的 已经要围堵中国 对 现在大家都要围堵中国 围堵在中国的门口 讲的要进去 围堵中国 真的很讽刺 来 请教这个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加拿大自取其入 老实讲 因为我们人跟人 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 自己在外面跟人家 人谈了什么话 你不能自己直接公租媒体 你要获得对方同意 你才能转述他的话 对不对 那是私底下讲法 除非对方同意 这个其实我们当记者 都会守这条线 何况一般的国际礼仪 那他把它讲一讲 就这也很骄傲的 去跟他的加拿大媒体 我今天我刚看到习近平 我跟他要求他怎么样怎么样 你牢记 对不对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气焰 各位朋友你看看这张照片 这是加拿大两年前 他的驻台代表 来拜会蔡英文总统 他是翘着二郎腿 蔡英文像小媳妇在那边 我告诉你 这些白种人的嘴脸就这样 他看到中国人就觉得 我比你高一点 他以为还在帝国主义 还在八国联系 他一个代表连大使都不是 他的未接连大使都不是 在我们的总统府翘起二郎腿 然后蔡英文像小媳妇 刚刚坐我位置的伟翰最生气 马上发文 你给我道歉 人家不理他 伟翰比他小咖还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了也很生气 对不对 你这是怎么样 你比我们 比我们人名选出来的蔡总统 还高档 所以你有时候看 加拿大就在嘴脸 两面人 那美国的小弟 美国叫他抓 孟晚舟他就抓 他也没有理由 那这种国家 老实讲 就是当人家看门口当官 你作为五眼联盟 你每天附和美国没关系 那你就是 本来就应该报复你 怎么办 那不报复我是人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加拿大那些农产品 千万不要让他进入中国 进去的时候 两岸的中国人也不要吃他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你就是看不起 我们黄总人的中国 就是 简单讲就是这样 其他的国家 因为这是习近平第三任 为什么那么多人 因为大家觉得中国大陆 已经相对稳定了 欧洲现在不稳定 美国反反复复 你要找一个做生意 相形下来做对比的话 中国大陆反而是比较稳定 这不用讲 做生意大家都怕反反复复 你跟美国签了生意 川普翻脸 等一下拜登也翻脸 他们都不认账的 签约都不认账 欧洲现在在打仗 你怎么去做生意 所以你相信一下 全世界亚洲真的是最稳定 而且有这个财力 非洲没有这个财力 所以你要想想看 今天两年的疫情 各国的经济都受影响 你要找一个好好做生意的地方 你要想的是怎么样 中国大陆 然后东协这些国家 一定是这样想 今天大家来 其实讲的最后 终归都是比到跟经济有关的 我们觉得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正常 国家领袖的表现 经济好 人民的生活就好 习近平他这一次去 当然大家接着下来看他 APEC会议 还会有获系的一些动作 总归一季很多媒体学 中国大陆显现了大国外交 见了多少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常态 就是你久了以后 你就知道说 哪些人是真正可以打交道 而且值得信赖的 这个领袖就是 的基础就在这里 是 大国有大国的利益 小国当然也有小国的利益 跟生存之道